台湾的电是一个不只是我们国人需要使用 外来投资这个电也是一个关键 很多人的关心 我们先为国人的立场来关心一下 最近这几年电从2018年 2022年2023年2024年都涨过价 那么未来电价还有需要再涨价吗 我们有思考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将本求利 概念上面要将本求利 我看到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是这一波涨上来的价格 它还是亏钱 还是亏钱 这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变数关系 太很着重于这个原料的取得 我们几乎所有的电都是进口 材料都要进口 就涨幅再涨个 如果2025年再涨个10% 也是cover不了那个亏损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怎么样子是稳定的 稳定供电是我们第一要务 先这样做稳定供电 不缺电嘛 因为没电你什么都不用讲 所以稳定供电 不会缺电 这是我们第一要务 第二个 我的电 我的国人 可以承受多少的价格 大家都希望越便宜越好 但是不一定 越便宜越好 大家就是会浪费电 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我家里本来是 我30瓶可能 一台两台冷气就够了 但是我可能有三个房间 再加上一个厨房 我那装四台冷气 没有必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要让大家过得舒适的生活 但是要节省 第二个 我希望透过ESCO 节能减电的这个方式 帮助大家用比较高效能的设备 然后这个第一需求的 这个第一耗电的这个设备 这个是有的 就是透过民间节省用电 企业可以节省用电 这一部分来降低 我的这个产业的付出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去找哪一些的电 它在常态发电的时候 它成本是最低的 好 那我们还要请教 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自己 几乎每个月都在请教相关的人 就是说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好 这个郑重的 正式的 跟你报告 不缺电 好 那我在问很浅显的问题 虽然我们也打付过 找到很多答案 他说那不缺电 什么这个线是 这个线那个是 这个线那个是 常常在跳电停电 电是这个样子 电它是一定要有一个发电的 这个电场 可能靠火力 可能靠水力 可能靠这个用瓦斯发电 有时靠煤炭发电 发出来电以后 要透过高压输送到电站 到地区的电站 它要降电到地区的电站 电站以后 再透过配电 配到每一家 家家户户 会跳电 它不是这边不够电 它是最后配电的部分 会跳电 那这个是属于台电系统在处理 台电系统在处理 那这为什么做不好呢 这是妥善率 就跟我们人同样 我们人的血管 大血管 微血管什么 你有时候微血管 怎么会合线 微血管出费 没台没钱 微血管怎么会出费 你可能吃太好 费金太硬 这会靠到 流血 一样 我在配线外面的电线 拉到你家的这个部分 这是一段 那另外一个 从那个变电箱 又拉到你的这个住所 又是一部分 这两个部分最容易 因为老旧 或者是人家 这个住户增加 本来说 你那里大楼 英国是四层楼的公寓 我现在这个改变了 盖成十二层楼的这个 这个滑下 但是我拉过来的电线 就是固定只有这样子 他要开戏 然后现在十二层楼 大事我怎么办 我当然要配 换一个变电箱 配一个新的 但是我没有的话 这个电线 三四十年老化 那这个电线 会有一些 风吹雨打 都会老化 破皮 然后有一些 松鼠 老鼠 什么猴子 很多 他们去啃 啃了又要破 所以就很多那种 那您有没有 养兽都会被电死 就这样 那您有没有责成 这个台电 要赶快更新 对 要不然现在市场上都说 这样就是证明 大家电没够 老八生的感觉 一定是这样 我都没电 我都没电 你跟他说电有责 怎么没电 他没法了解说 这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 我的个性 比较不喜欢 讲太多的这个理由 赶快修好就对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启动 经济部有给台电 就是说给他一笔钱 然后要让他启动 赶快去维护 维修这些部分 就是人口增加比较多的 那个设施很老旧的 人口增加比较多 设施比较老旧的 然后这个地区 突然间变成一个 人租住很多的地方 这几个要件 都是我们衡量 这个赶快去 先点减 然后维修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还要访问部长 可能更核心的 马上要到了 今年2024年7月 要除役的这个核电 也就是我们核三厂 核三厂 这个有两号 一个是7月就要到期 要不要除役 还有明年5月也到了 因为现在我们再 check一下这个图 我们这几个礼拜 都也给观众朋友看到 除了这核塞以外 可是我们现在回来看 全国的发电量比例 这个核电 到现在 还占我们6.5% 如果这两支 都陆续的除役 那我们核电量少的 这个要由谁来 替补上去 做得到吗 部长 这个问题 我想最近 因为大家都在 反您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 跟主持人报告一下 这个问题 不是突然间发生的问题 所以台电 在我还没有 就任之前 人家早就准备好 上一任的时候 就准备好 为什么 因为一个电厂的上下 就盖一座新的电厂 它要6年 所以当这个 这边要下 这边这个 这个核电 核二 核三 它们会被 这个下去 是之前 它在之前 就是 几年前就已经决定 要让它下 在设置核电厂就下 40年 就是下 就是说全 那个时候 设核电厂就讲说 跑40年就要除役了 就要除役了 所以那个规范 就是这样 但是在大概十几年前 开始有人在探讨说 也许这个电厂可以继续用 就好像一部车 虽然是开了40年 但是状况 都平常有在维修 那可能还继续可以用 所以就有其他的国家 开始就讲 这个 你如果要那时候 你要先检查 你如果五年前就要讲 五年前就要讲说 我要研议这样子 但是我们那时候 定的规范也这样 就是说大概什么 十年前左右 详细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们现在才讲说 核三我们要不要 这已经不在这个五年的期间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申请说 我现在这个准备要研议 那我要五年前 现在根本就是一年而已 有的是两个月 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法令下面有规定 我们就是一定要下去 就是说这个 就是不能够 研不研议是另外一问题 你已经到年龄了 40年了 你就是一定要停机 那停机再去检查 就要检查 如果说我想要研议来用 我要检查 那检查可以用的时候 我才能够研 我检查不能用的时候 他还是不能够研 就是允许你 你研 但是还是不能用 所以我才讲说 我不会把核杉当作我接下来要持续在 就是研议 我也不会把它当作是基载 基本用的这个电力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刚好我们现在 但是现在这个非核家园是执政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从过去到现在 就是准备 就是核力下来 核能下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 那您核能下来以后 要用什么电来 是用燃煤呢 我们这个全国比例下最高 燃煤燃气加起来超过八成 那您要比 增加这个比例 还是要增加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现在能够增加再生能源 绿色再生能源 陆续到明年五月以前 要控出6.5%的电力要由再生能源提供 没有 这忽然间 没有 它之前就已经有规划替代的 规划就已经有替代的 替代的就是燃气的部分 燃煤是没有增加的 燃煤因为它要符合 2050年的这个零碳 所以不可能去增加燃煤的部分 燃气 燃气大概就是它能够发出来的这个碳 将来可以透过碳捕捉的技术 让它没有碳 现在当然现在跟那个煤比起来 它可以降低差不多六成的这个碳 这是可以 不会说差太多 但是这个燃气的电 它是比较稳定的电 稳定的电 所以我们替代 替代这个6%的电 通常是用燃气在替代 这个就是我绿能是被载 就是可能有需求增加的 每一年可能需求 两个%的需求 所以我们那个部分 全部都用绿电在支撑 大家讲说你只有用绿电 不是 这些 这些 因为它有太阳光 你看这个 夕阳就没有太阳光了 那风力就是没有风也没有力 但这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除电 我有除电的这个电池 除电 我在有风有力 有光的时候 我就让它充满了 那这个下来的时候 我让这一边上来 用除电上来 那人家讲说 你是怎么做 怎么可能 你就智慧电网 智慧电网 那目前智慧电网 是哪些单位在做 我知道有部分的产业界 也在做这个除电的设备 他们觉得是未来的生意 未来的机会 但是现在业界有哪些在做 还是都全部要由政府来主导 没有 这个就是 大部分都是民间在做 那您可不可以列举一下 现在有哪些产业在做这些 除电的这一方 除电蛮多的 就是以前在做电池的公司 他们就做成除电 他只是把电池做大 然后堆积这样 所以以部长您所提到的说 我们现在可以不缺电 是因为我们每年的电的需求 就差不多2% 3%的成长率在成长 过去大概是1.8%在算 1.8% 但是现在政府的规划 就是用绿能逐年每年增加 2% 3%的这个成长率 对 未来的部分 来cover新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在看 就是说因为AI suddenly可能会要求电很多 那没有人会知道 我经常跟我的这个同仁在讲 我说我们现在正处于 一个非常尴尬的时代 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台湾 因为台湾的很多的业者都是一窝蜂 一窝蜂 所以当初在设立银行的时候 这么多银行出来 大家在设立这个大学的时候 一大堆大学出来 但是到后来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怎么办 我现在的电力 我也在怀疑 设计数据中心也好 设立这个超级电脑也好 会不会这样 需求 真正到2028年以后 我才看得到是 未来的20年会怎么样 这个我们必须要透过 现在2024一直到2028 这五年的时间 去看出它的成长模式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比较 没有把握的是说 这个模式到底会不会按照我们所推论的 推估的 这样子去成长 这个成长的幅度曲线 是不是一定的 不一定 所以当这个到2028以后 我就可以观察 我可以大胆讲说 那2028 2030以后到2050 它的成长就是这个样子 跑不掉 那我们要再讲 大家讲说 你为什么 有没有其他替代方式 我们都在观察 都在观察 因为这个我刚才讲过 第一个我是稳定 我2024到2028 这个我绝对不能够放掉任何一个 要在台湾投资的人 我让他 因为他电力要需求 我一定要满足他 但是他持续走 他一定要有竞争力 台湾的做出口的厂商 也要有竞争力 因为电就是他成本 所以我怎么样子 在这个稳定的告诉他说 不好意思 2024到2028后 我告诉你 你的成本就这个样子 企业最怕的 就suddenly vibration太大 如果我告诉你 五年内四年内 大概你的成本就这样子的话 他绝对有办法 具有竞争力 第二个 我的电力只要比日本韩国便宜 比新加坡 日本韩国新加坡便宜 或者香港 这都是我最主要的竞争 亚洲竞争的这个国家 我就比他便宜 他就有竞争力 我就超级贵 比这几个国家都贵 那表示我这个经济部长 是没落用的